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常常问我 现代芭蕾舞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做的新创作 我们都可以当是一个现代芭蕾舞 因为如果一个芭蕾舞团 只是建基于一些很传统的芭蕾舞的剧目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历史博物馆的芭蕾舞团 其实对一些舞者或者对观众 我们都给不到一些新的气息 因为可能在亚洲来看 因为始终这个古典芭蕾舞 都不是我们亚洲的文化 是一个西方的文化 当我们亚洲人去学这种西方文化的时候 就可能会比较偏像是一个传统的训练 传统的剧目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扎实的根基 是没有办法明白到这种艺术的演变 已经在共享是一个形式上的呈现 它的发展可以是和时装的设计师去合作 可以和当代的艺术家去合作 甚至有些作品 可以未必在巴雷舞的黑合剧场 或者是一个舞台的演出 这些都是令到艺术的发展 可以再向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元素 其实Ramansky我觉得是香港的观众来说 应该不陌生的 他最近一个香港艺术节的作品 《Whipped Cream》 都是由Ramansky去编排的 我自己见过2015年 这个作品 初初在香港芭蕾舞团首演的时候 其实它都很带到一个新的 一种欣赏的层次给观众 那个音乐本身是熟能长的音乐 很多人一听见都会知道 只不过Ramansky用了新的音乐的形式 或者动物化了的有趣的角色 放入这个作品 令到这个作品如何和音乐舞蹈 有一个新的对话 Makintine这次就带了一个 新的在香港首演的作品 就是和Beatles的音乐一起去演绎的 一个现代芭蕾舞 刚刚过去的二月份 我们西九都请了香港芭蕾舞团 来在我们的自由药 那里做了一点点预演 当时其实我亲身见到 就是观众对Beatles的音乐 是很有共鸣的 我见到他们看舞者的演出的时候 很自然地身体已经有一个节奏感出来了 反而Vildon的作品 就对香港工作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就是一个很有天赋 很有才能的一个编毛家 他可以编一些小品 亦都可以编到一些很大型的芭蕾舞剧 这次香港的观众应该可以有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我们用另一个角度 去看看Vildon 一个比较传统训练的舞者 如何去演绎一个现代芭蕾舞的作品